在我国鲜少发生感染病例的沙门伤寒症,最近却出现群体感染,卫生部也没再掉以轻心。 今天10月24号,由直辖区卫生局副总监曼淑寒沙,亲自率领队伍突击吉永坡多个美食中心,以防范这种透过不干净水源和食物传播的伤寒症。 这次的取缔行动,吉永坡中央医院的美食中心,38个档口中有两个摊位被勒令停业两个星期,这些摊位必须在100分钟至少获得65分,不过两个摊位的卫生环境,包括处理和存放食物都无法符合标准,所以遭到停业。 记者现场观察业者的厨房,没有即时处理食物的残渣,导致发出恶臭的味道,排污沟渠也没有清理干净,也有阵阵的恶臭味。 为了防堵伤寒症的扩散,民众一旦发现环境卫生不佳的餐饮业者,可以拨打马来西亚联络中心热线,03-8000-8000向卫生局投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